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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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如果早知道 一路这么难 你还敢不敢说 活给你门槛 转眼几十年 心疼都变心酸 那些遗憾 那些遗憾 却觉得很温暖 那年苍青青 那年天 天蓝蓝 那年你唱歌 唱了好几遍 那年曹静静 天天蓝蓝蓝 那年风蓝蓝 那年你梦见好人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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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春天 一批又一批工人农民 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复原军人 干部 踊跃报名参加高考 其中还不乏一些大名女轻人 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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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青青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是青青吗 青青 什么事啊 我要上船 不 我船人都满了 船都进水了 你等下一趟吧 我要考试 我要高考来不及了 你等下一趟吧 我待会儿回来接你 不耽误你事啊 那好吧 你快点回来 我在这儿等你 在这儿等你 好嘞 好嘞 我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西 诸子 诸子 你干什么去了啊 诸子 诸子 车怎么开走了 为了英雄老主席 致力我们向前进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门上太阳盛 这可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呀 这柱子 诸子咋回事呢 他咋不回来呢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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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前面危险 回到英雄冒出心 致力我们向前进 老师 有人跳河 慢点 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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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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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点 小型点 小心点 干吗去了这是 这水啊又深有急的 真敢往下跳啊 我得去参加高考 有点来不及了 不是 那你这身上都湿了 怎么考试啊 没事 谢谢你啊 春莱哥 你认识我啊 我跟大牛哥去天门山的时候 见过你 行了 不说了 我还得考试呢 行 我赶紧走了 谢谢你啊 慢点啊 谢谢你啊 慢点儿 老师 你认识他呀 这不就是那个 广播里边那个广播员 何清清啊 你天天入迷听广播就是他呀 别胡说啊 脸红了 脸红了 老师脸红了 老师脸红了 老师你先别关门 你你你再再等几分钟好不好 不行 这时间有规定的 不是 他他肯定是有急事 已经在路上了 不行不行 别妨碍我工作啊 不是 老师你再帮忙忙吧好吗 不行不行 真不能等了 老师脸红了 老师脸红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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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脸红了 你干嘛去了 你怎么太大人了 我太晚了 你看 你看你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老师 好好看见你啊 好好审计 你一定行的 老师脸红了 恢复高考制度几年来 虽然按照当时的办学条件 我国录取人数有限 但是他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 重新拿起书本 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尤为重要的是 为我国在新时期 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咋回事啊这是 吓我一跳呢 你咋跟猫顺呢 走路没个声 你干啥呢 是不是你把大牛饿的炮给点了 你说大牛逗不逗啊 这何敬青年年高考 他年年挂炮 可年年都不放 我还帮他试试炒不炒 柱子 咱们今儿不添乱 行不 什么叫添乱啊 你信不信啊 我今年不给他点 他以后永远点不着 你咋着点不着啊 我看青青姐今年指定能考上 二秀 你这 他何敬青考上大学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这表面还能沾点光咋的 他要考上了 他还能记下你乡下的穷亲戚啊 我不跟你说 一会儿苏卫东就来接他看榜 怎么回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 等等 苏卫东要来 柱子 你想干啥啊 没事没事 不是 你不能闹 我没事呢 我没事 你看我 柱子 现在播送 社员柳志的来稿 高考制度恢复以来 我们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春天 作为一个人民公社社员 我曾经参加过高考 由于各种原因 没能踏进大学校门 但我为此努力过 今天又是接榜的日子 我心情感慨 现副诗一首 中央决定 恢复高考 广大青年拍手笑 白日战天 病斗地 夜晚擦枪 又磨刀 一颗中心 红又红 两种准备 劳上劳 身居乡村 小茅屋 心怀四画 大目标 标 投稿人 你有诗 哥 刚才那个柳志的稿子 是你写的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 那还用问了 广播里好听的稿子 都是咱哥写的 哥 你好好教我 等我长大了也跟你一样 写好听的诗 先把字写对了再写诗 这字写错了 燕子 等以后你写了诗 咱也让晴晴念好不好 写得不好了 人家不会接我念的 咱让哥把它取回来 看他敢不念 大哥 你要把广播院取回来 真的假的 别听姐瞎说 老同学 我三年不见你鸟枪换炮啊你 哪儿整这么一玩意儿 跟单位同事借的 我来接青青去看榜的 要不还是你 想的就是周到 你慢着点啊 大牛哥 出来看看 人苏伟东借一批驴子 接青青看榜 你别收你那破驴车了 说啥呢 啥叫破驴车 我那驴跑得比你快 苏伟东 你来干啥呀 我来接青青去看榜 他没告诉你啊 没有 不用了 我这驴车已经套好了 我送他去就行了 你回吧 还是我去吧 这特意借辆车 你没看吧 这来回路上多快呀 大牛哥 人苏伟东是一番好意 他的意思啊 就是嫌你的车有点寒碜 柱子 我啥时候是这意思了 寒碜傻了 我们就是农民 别说两个轮子的屁驴子 就是四个轮子的车子 我们也不稀罕 大牛哥 我就说你傻 人苏伟东借一屁驴子 带青青看榜 那是给青青长脸 别人你看见过没有 这男的前边一趴 这女的后边一掐 多带劲呢 柱子 我们不需要 你回吧 别在这处着了 大牛 我真的跟青青约好的 这说好了 一块去看榜的事 跟你说你回吧 有啥消息我告诉你 青青在家吗 不在 青青 青青 你这是咋回事你 不是咋这么默契的 跟你说不在你这样你回 下面请听音乐 青青青姐 二秀 我正广播呢 你怎么来了 我听到你放音乐 我才敢进来的 什么事啊 对不起 青青青姐 我说漏嘴了 我说今天下午 苏伟东要接你去看榜 那又怎么了 我这不是怕柱子 跟你哥嘀咕吗 在闹猪什么幺蛾子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行 走 去看看 走 回回回回吧 回吧 不是跟你说的不在 不是 你干啥呀 你为啥老对我这样啊 我为啥这么对你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当年要不是青青 把那工农兵 大学生的名额 让给你 她至于造这么多罪吗 受这么多苦吗 你好意思问 你不能不讲道理 谁也不讲道理了 就是你不讲道理嘛 苏伟东我告诉你啊 我要不是看青青 稀罕你的话 我早收你了 让你回去回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妈 您 您咋来了呢 卫东啊 我这当婶的 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也算是他们俩的爹娘了 是 一会儿看榜 青青要么是城里的大学生 要么 就还是我们庄家丫头了 三婶您放心吧 肯定是大学生了 这次考试啊 我们是有把握的 考完试的时候 我看了试卷了 都在我们的复习范围之内 有把握的对吧 就算考上了 他成了龙 成了凤 我们这当哥的做娘的 最关心的 最关心的还是她眼下的幸福 那就是她的终身大事 你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三婶 三婶是这样的 我跟青青我们俩在一起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三婶 我是想 这青青马上要上学了 我想等她大学毕业以后 我们俩就结婚 我就知道 按说我是外人我也不应该插话 可你们俩这么些年我也看着呢 你就知道让青青考试考试 你压根就没想娶她 你要是个爷们给个准日子 今天明天还是啥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喝你喜酒去 我不是说了吗 这马上要上学了 这等毕业以后才结婚呢 这现在怎么结婚 苏伟 这青青万一考不上 你这婚是不是就先不结了 考不上再考 对再考再考 还考啊 你考了多年了 你要考到多大岁数啊 你要这么考下去 真跟三婶说的 成老大难了 行了行了 今天不说这个啊 我今天就是要苏伟东的一个态度 不是 我们还得去看榜呢 要什么态度呀 今天什么态度不表 就去看榜 看榜回来再说 好吧 三婶 走 这咋说得我就走了呢 这 青青 你 怎么啦 怎么了 青青 这是咱俩之间的事 别受别人干扰 管他们说三道四的啊 反正我是铁了心的 不管出了什么事 不管什么人 谁也别想把咱俩拆开 说话呀 你喜欢我什么 你喜欢我什么 这话说的 我喜欢你啥 我喜欢你的地儿多了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还问这种话 那当初我下放农村的时候 要不是你关心我照顾我 我这狗崽子 我能活去了 要不是你把名额让我 怎么能回程上大学 我能当上医生吗 以后不许说这种话 听见没 听见没 时间不早了 赶紧走吧 你说这苏维东算是好男人吗 他是不是好男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 今年青青要是再考不上啊 他俩指定黄 要我说你当哥的 你就赶紧给他找个好人家 是不是 嫁得好 比什么都亲 你哥定青了没有啊 没有 相亲都看不上 喜鹊 我倒觉得 你哥 跟秦星挺合适啊 要是 你嫁给我 我妹再嫁给你哥 你哥 咱俩家不是亲上家亲的 是挺好的 好 那你说到时候 我跟青青谁管谁叫嫂子呀 别管那么多了 你跟青青啊就姐妹相成 我跟你哥就兄弟相成 不就完了吗 美的你 好 赶紧 快点快点 咋了 小豆 你帮我去看吧 咋了不敢看了 没问题的 肯定榜上有名啊 我跟你说啊 这金榜提名啊 人这一辈子 或许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你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 走吧 你咱俩一会儿看 走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搞的 走了 我倒不开始了 我可否想要你找到 你这么好 我不想要你 你找找到你 我今个大伙子 我今儿都带着我 我今儿都带着我 今儿都空那儿 你了 别的是你的老鼻 你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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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是要起来了 让让让让 快走啊快走啊 咋回事 是不是看漏了 我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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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快点快快 哎 好漂亮 好漂亮 考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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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 你先打 我上菜 快走 我不穿 ma 好温 我有钱 天青 天青 咋回事啊 都扯扯了 可是今年的考题不是咱都复习过了 不是听我把握的吗 你是没写名字还是露作考题了 都扯扯 你不知道不知道 你啥都不知道 你平常复习得好好的一到考试就不灵了你 这都三年了你 不知道 咋了 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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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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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晴晴 别动 别动 来 喝点红汤水啊 这是哪儿啊 这是苏卫东的家 我是苏卫东的妈妈 好 阿姨 你好 真不好意思 我这个样子就嫁您了 阿姨知道 你这次考大学又够榜了 这是第三次了吧 都怪我 我不争气 我又没考上 阿姨 其实卫东 早就想让我见您了 可是又没有合适的机会 你看这今天 第一次见您 我这个样子 我真是 我像 没关系 别别别别别 你看 卫东 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 一直是你帮助他 多亏由你照顾 特别是你还给他 让你一个上大学的指标 这对我们家是多大的恩情啊 我早就应该啊 登门面谢你的 来 不用阿姨 来来给你喝点红糖水 来 来 来 卫东聪明 他有灵向有报告 就算我不给他那个名额 他也会考上大学的阿姨 看你 竟夸他了 来 这点钱哪 你收下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什么呀阿姨 这是我平反之后 补发我的五百块钱 就算我 对你的感激之情吧 卫阿姨 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坚决不能要 你收着 我真的不能要 这 为什么呀 因为我跟卫东在一起 我不是为了钱 你站在领车上了吗 没有啊 还有正好 把这个车帮我还给的 好吗 好 站着啊 我该走了 你别走 我真的该走了 我跟你说我还有话 要跟你说呢 来 清清 你坐着 清清 你看你跟卫东啊 好了这么多年 你们俩呢 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卫东又比你大四岁 你今后 跟他有什么打算啊 卫东 他还要为你再做出一次最重大的决定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他要回月亮湾 去当赤脚医生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阿姨 这事我不知道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你说他在农村查队 考上大学容易吗 上完大学回到城里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容易吗 他现在 他又想回到农村去 他是为了感谢你 为了感激你 他那时候年轻 他不懂的爱情 他是一时的冲动 清清 如果你要是不跟他分手 你就等于再拖累他 你就等于毁了他的一辈子 明白吗 你要是不跟他分手 他将糊涂一辈子 他就是个傻子 阿姨求求你 求求你劝劝他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想让他生活在我身边 我想让他过上好日子 明白吗 阿姨知道 他不懂事 他是糊涂 可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你明白这个道理 阿姨等着你 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吗 这个钱呢 你也收下 阿姨去给你做点吃的 好 好 好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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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些都用 快 这些都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在这儿等我呀 刚才录过书店 你看 最新的高考后期资料 这么大的雨 你就为了买这个呀 这是最新的书 明天咱们高考肯定应不上 雷东 我不想考了 啥 我说我不想考了 几次落榜了就气馁了 以你的能力再考一次肯定没问题 这次咱是意外 咱们露座卷子了 明天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我真的不想考了 我也考不动了 我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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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他这么着 我明天我就申请调动 我调到咱们月亮湾卫生所 我陪着你 我陪你一起出去 咱们再考一次就一次行吗 苏维东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了 你以为你这么做 你是爱我对我好是不是 是 你想过你妈没有 你想过我怎么面对别人没有 你就想你自己 雷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是因为你有理想 有抱负 你跟我说过 你想做世界上最好的外科医生 我为你的理想和抱负感动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可是今天你跟我说 你要为了我放弃一切 为什么呀 我不值得 你这样做 你让我瞧不起你 我喜欢的人 不是你这样的人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 你是明明可以考上的 那行那咱们不考 你说不考那咱们不考 你说怎么样都行 好吧 听你的 静静 我们俩结婚吧 你嫁给我 结婚了 咱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在一起就行 好吗 和你结婚 月总 和你结婚 能和你结婚多好啊 我都想跟你结婚了 我都想跟你结婚了 我想我多少遍 我跟你结婚了 可是你都能结婚了 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 天大的鸿沟 你说这些 事也迈不过去 迈不过去 你说这些 我知道我不在乎 我真的都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你是什么 你是成员 你是一个外科大夫 你怎么能娶一个农村的媳妇呢 别懂 我不能结婚了 我配不上了 你这是啥意思 我们分手吧 你再说一点 我们分手吧 不可以 我再说一遍 我们分手吧 不可以 我再说一遍 我们分手吧 不可以 我再说一遍 不就是没考上吗 没考上那咱就不考 这怎么又分手了呢 你都忘了这些年咱们在一起是什么样的 都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的 你怎么能忍心说这就分手呢 鲂地 我很 bloque 鲂地 翔江 鲜 惹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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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在喝水 咋样了 亲戚长这么大 我还没见过他这样呢 西区 你说该咋办的 你个大男人家 你愁个啥呀 没事 不就是没考上吗 又不是头一回了 要我说呀 没准坏事就变好事了 这回这事太坏了 咋啦 他跟苏卫东 黄了 黄就黄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要我说呀 咱俩趁早一刀了断 一流百流 要不然你看千千这样 早晚得死在这事上的 我也劝过他别判这个告知了 你说现在这个岁数呢 高不成低不咎的你说 这不都给耽误了吗 不行 明天我去上城里去找苏卫东 散了 散了我也得给千千出口气 行了 别火上浇油了 小甜甜吧 我给你们说呀 这人差的不是分儿 那是命 这鸡有鸡命狗有狗命 那这么说跟苏卫东也黄了 苏卫东 这么着吧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 这苏卫东啊 就好比搜大船 高考就是船票 这票没买到 那船自然走了 谁还等你啊是不是 想攀高枝啊 你看这跟头栽的 这不光是栽跟头的问题 这高不成低不咎的 这以后就难喽 清清啊 你这不吃不喝的 到底想干啥呀 你这么糟蹋自己 能疼到苏卫东身上吗 算是 哥 哥 他今儿岂不要再提苏卫东了 也别背后 对他说三道四的 可我让大学那是我没本事 分手也是我提出来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这儿 你听听 都这个时候了 还护着那混蛋呢 行了 少说两句吧 晴儿 ambitious 我们说尽suit做得取代人啊 但是我们就分手了 有多难 你得答应神 不能做糊涂事 听见没 三婶跟你说话 你咋不知一声呢 你答应一声好吗 清清 你答应一声行吗 答应哥行吗 清清姐 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吧 这不都是你的亲人吗 想哭你就哭出声吧 这都是你的家里人 咱们不丢人 哭出来呀 心里就常亮了 你忽然 内东 快出来吃饭吧 内东 我决定去越南湾 你吞下多少的黄沙 才突出一颗珍珠 我又不能说善良的人 会容易受起伏 你走过多少迷雾 才捧出一轮日出 我又不能说单纯的人 会多吃许多的苦 所以妈妈 我因为看见 你青春的残酷 才更爱你 爱你伤痕累累 却没有麻木 所以妈妈 我是你最后 你最后的礼物 看懂你的苦 爱上你的苦 这样的爱 你心刻骨 你用多少的糊涂 才擦亮一双明目 我又不能说美丽的人 会多走些弯路 你花费多少勇敢 才可以这样扑促 我还是相信坚强的人 最后都会幸福 所以妈妈 所以妈妈 我因为听见 你当年的痛苦 才更爱你 爱你泪水烈烈 还说着祝福 所以妈妈 我是你最后 你最后的礼物 感动你的苦 爱上你的苦 这样的爱 你心刻骨 感动你的苦 爱上你的苦 这样的爱 你心刻骨